近来有一段日本电视台实地探访中共五毛党的影片 遭到网友广传 日媒就报导说全中国估计有数百万的五毛党成员 被雇用来替中共涂针抹粉 不过现在自由世界也找出了方法因应中共五毛 要是能空闲出两三个小时的话 其实两三百个帖是没有问题的 最高的话一天是可以拿到一百的 日本东京电视台节目实地探访大陆广东一位 把担任五毛党当作客余副业的大学生 据说因为发一条铁可以赚人民币五角 因此被戏称为五毛党 报导说五毛党是指受雇于中共相关部门 专门发表拥护中共官方言论 围攻批评政府的网络声音的网军 节目中指出全中国估计有数百万的五毛党成员 不满意或不都能拡散的情绪 一旦拡散的情绪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我们是最重要的社会的安定 但其实是在原来的 不过对于中共五毛 自由世界早已经学会因应 对于五毛洗本事的攻击 有网友会回应 下去领五毛 或是请你翻墙翻回去 之前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 黄之锋的脸书 有人留言 特意翻墙出台骂你一句 你给我解释下什么是民主 黄之锋回复 民主社会就是不用翻墙 也能上Facebook 短短几个小时 就超过数万人按赞叫好 另外媒体粉丝页 也学会因应固定洗版的亲共账号 小编甚至在贴文上 直接点名回应 新唐人雅的电视 鸟汉宇综合报道